中秋节就该整一点有仪式感的东西 比如围炉烤一个香香的罐罐奶茶 配上月饼点心 嫦娥羡慕的都要下凡了 山楂 陈皮 普洱 大米 单看这个搭配就知道它特别的消食解力吧 锅里无水无油 食材全部下锅 中小火煸炒到大米微微发黄的状态 桑葚 玫瑰 红茶 大米 这个搭配啊 冬天滋润皮肤绝对妥妥的 也是一样的炒到大米微微发黄 每次呢就这样取一大勺放到罐罐里 加水 中小火煮到微微沸腾之后 加半块红糖 补满牛奶 牛奶和茶汤的比例大概是1比3 加奶之后记得要改为小火 小火慢慢的烤 烤到有奶皮的状态才可以 这样茶香和奶香才可以融合的更好 焦香的烤奶味啊 整个屋子都是啊 都说每逢佳节胖三斤啊 有了这杯陈皮普尔烤奶 你真的还可以再吃三斤 平时我老是让你们少喝冷饮啊 现在秋冬天来了 超治愈的围炉烤奶茶 又暖又养胜哦 中秋的时候家里人聚在一起 烤上一两壶 配上月饼点心 嫦娥羡慕的都要下凡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